4 准备 准备 时间 cut 李联邦这个杀伤这个战力杀伤的技术是非常厉害 对 所以赵一坤一定要经得起对手的这个战力的打击 而且不要盲目的紧帅 对 虽然他很练 我跟他一块训练过 他交界很好 但是呢 盲目的去应付一个战力打击的选择 去摔的话 威胁很大 非常危险 李联邦呢也不紧张 两个人都是老将的 两个人那个距离保持的还是挺近的 这个李联邦后在后腿 他希望能把距离拉开一点 但赵宜坤啊步步紧逼 赵宜坤还是要摔的 赵宜坤这个身高臂展要占一些便宜 是 连宝坤把你圈打不了 对 好 这个好重 好重啊 一人一次 重快 放红 互相换了一下 对 回头 在这个 好 现在 在干一锋擅长的地方 所以李联邦拼命的 放开 赵宜坤 放弃了断头来的阻值 因为机会不对 对 你要把放着甩 放着甩就行了 赵宜坤啊什么话倒地的啊 看李联邦啊 我呼吁他的战术坚决不进地面 对 恐怕有可能 PKO 这个接腿的 跳 好 还用着张草 打到了一下 赵宜坤的 赵宜坤很棒啊 对 没有想到今天赵宜坤用的是这样的打法 而且赵宜坤的给我感觉他的战力有进步 对 现在两个人打出状态来了 这个就好看了 坎宁 好 你们回事 他怕几串 好 好 好 因为这个就在我们解说棋前面啊 这个声音非常震撼 对 可以说是刺鼓的 对 声音 我们看这个小窗里面啊 这个就是这个李联邦的教练 应该有他父亲 也在非常紧张的这个关注着这个比赛啊 这个老爷子也是我们CKF赛场上的 对 老健的面孔 老面孔 骑成形成了 这转换位又经验了 对 把他头挪进来 对 把对手往中间 这个擂台中间拉 对 而且你看他的双脚已经铺垫在区段下面了 高位骑上 哎 成了一个钩 对 他要去 不过 他要不属这十字就要看了啊 他要先打一下 对 哦 这个诈数我非常专业 对 别走 现在呢 李联邦就是把自己的头来 要埋在对手的小腹这里 对 或者是利用绳脚的位置给自己解决一个危机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但是赵一鲲太理智了 赵一鲲齐承转 反复地调整对方的身体 对 这个经验不丰富 经验 啊 没有实际过 没有实际过 有了 哦 危险了 有有有有有 有 下面这个手臂肘肩是在小腹上的 好像 李联邦密悬一下 他这个脚还在勾 可以吗 好像是没有了 呃 没 比较浅 比较浅 丢掉了 比较浅 出来了 出来了 只要转过来就没来了 出来了 李联邦在这个点头啊 是一阵没事 对 这个这个转过来应该没事 出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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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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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在赵一鲲呢 就马上要再转了 上肩 脚上肩 那个脚 好 现在轮到 李联邦的上位 肩皮 现在赵一鲲紧紧的抓着手把 这有点犯规 抓手套 抓手套的边缘是不应该的 对 抓手套是不可以的 抓自己的手套可以 但是抓对手的手套是犯规的 对 呃 但是 主裁呢是在背后里的 对 对 我看见我们这个角度正好是能够看到这个 两个人的这个 突然的过腿非常棒 准备 开 哦 这个比赛好看 对 估计刚才这轮地面把李联邦吓了一跳 这样我觉得 可能更害怕的是他的爸爸 嗯 很担心啊 因为 情况出的太突然 对 而且关键是赵一鲲拿优势位置拿太快了 对 部署的赵一鲲部署的很冷静 你看他硬生生的骑在上面把身体拉回来 这些身体控制的非常紧 哦 转身后灯 转身后灯 但是这个呢 他是同工作的 这个力量的话 联邦没进了啊 好 好 已经没进了 大大消防消防 联邦的移动很轻松 赵一鲲说 我不跟你跑 对 第一回合结束了 哦 这份额 满分了一百套 就可以达九分 对对对对 非常精彩 我觉得李连包啊 他应该说惊出一身冷汗啊 对 那个十字骨的话 非常的接近 一开始很深 但他 对 是不是有一个手臂拉了自己一身 他呢 对 第一只手 另外抓起手 另外他的这个腿 盘过来之后 他蹬了对手一下啊 有点 而且呢 很重要一点啊 他现在他跟那个走动了 自己主动走到了 跟对手平行的位置 对对对 两人身体平行 不是成交叉十字 这就是年轻选手的一大特点啊 就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这个你别说识别三个月啊 压住他 压住他 不放 压住 你连帮呢 现在啊 明显第二回合 这样是他加强了这个打击 对 而且连击的效果非常不错 变换角度 好 你看 尖腿 然后勾踢 对 看看要不要打地面 可能是这个 局间的时候 他的教练 也要进行了战术调整 是 因为呢 觉得要打打防反对手这个主动进攻啊 打得比较多啊 自己比较被动 对 这都是没用的技术啊 这个主要是气势上面啊 对 因为呢 你用钱去打对方的脚啊 是根本没有什么用的啊 你要把他练了啊 还没提力了 哎 好 是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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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呢 李联邦确实应该啊 多多进行打击 因为呢 赵一坤不是属于像那种自由胶啊 他或者是 他扑腿 对 下前下的很深那种 赵一坤还是打 然后近身 然后摔 好 好 放三层 放三层 现在出了 起来了 成全 李联邦 这个位置的话呢 一分李联邦是三点着地 除了两脚之外 身体另外一个点 着地之后是不可以 对 啊 屏膝头部 不可以踢头部 袭击 好 看得出来李联邦没有打算 给赵一坤留降服技的空间 对 这个 加镜基本上不可能有断头 很难 对 虽然有点难受 但是不可能想死 对 还没一个 打穿 肌肤 两个体能非常好的小伙子 对 在一起扭动的时候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对 这个缠斗的话是非常小的 手腕 抽拳 手腕 手腕 再次绑双腿 好 赵一坤呢 这战力上面的表现 确实让我感到这个惊艳 对 他打摔结合非常好 非常漂亮 估计李联邦的 对 常会知道 你这个父亲呢 在担心 现在的状态还好 我觉得可能他觉得第二回说儿子干的不错 前半段的话不错 但是赵一坤啊 现在有点 就是又把他顶回去了 这个李联邦一直在退 这对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招式 是关键是因为李联邦在这个回合里面的几次联机 赵一坤都扛住了 你看又来一次 如果优势打击能够被扛住的话 对 那么赵一坤的心理状态会增强 啊就告诉我不怕你的拳 对 转到我灯 转到我灯 然后我们的杀光力 将近 对 赵一坤呢 刚才呢 对方了 就选择不中 他马上就还一个啊 对 这个也是就是说 哦 很有经验 顶西啊 小金顶提西 防守啊 这个顶西 你看赵一坤 左肋末端那个脚印 哎 红的脚印 非常清楚 一分钟 一分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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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 打穿了防守 对 虽然没有形成有力量的打击 但是打穿防守 这件事本身 让 绝德 啼了一口气 对 赵一坤的明显头部 现在 对 现在我们镜头里面 小窗里看到的是刘连杰 对 他应该是 赵一坤的场外指导 是 也是这个队友 曾经 对 现在呢 李刘连杰应该是去广州 广州 对 也有自己的俱乐部 对 也 这次也带了四名选手啊 是 李老大 哎呀 非常重 非常重 尖腿 没有腾摔 停 对 就是看刘连杰看着也是很紧张 对 刘连杰是智慧型的选手 就是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而且给他查外指导啊 就是非常非常聪明 好 李小龙 好 好 李小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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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感觉到刘连杰在这个演戏的这个环节 啊 稍微上了点大 对对对 哎 那个先演的其实是 对 后面这个呢 我想着我也不能输气势 我也演 结果等他一演的时候那边启动了 对 所以几个联合拳给他 呃 给他逼到 很小放弃啊 对对对 这个意思了 啊 准备 开 第三回合 双方啊 现在露死水手很难讲 对 我估计三个 两个人要把自己的体能储备全输出了 对 技术上冷静 体能上充沛 这个比赛希望能够在第三回合 和爆炸一下 哎 这两名选手啊无论是随输谁赢啊 我觉得 哎 真的给我们打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对 讲得过啊 尤其我们特别欣喜的看着像赵一坤啊 这个 进步应该是更明显 同行成功 插到了 哎 哎呦 这是什么情况 踢到当了吗 啊 是的 是的 你看 这两个有点像弹踢一样的小别 对对 嗯 他呢主要是要踢对方大臣内侧啊 这个踢大臣内侧的时候很容易就踢到当啊 是 这个角度稍微有点 而且对方在移动 准备 哎 哎 你讲胳膊伤啊 其实挂起来没问题 对 对 但重新来了 两个要把缠斗了 对 这个队里边 或者说 对 或者说是赵一坤决定打缠斗了 哦 这个逼杀很重 哦 雙方呢 应该说对自己头部的这个保护啊 想 双方呢 还不错 哦 这个 觉得李联邦打起了一个小高潮 因为他身体的放断和连接的击撞 对 他连接很 对 这段优于赵一坤 对 赵一坤似乎 没什么办法了 对 拿李联邦没有办法了 赵一坤我觉得 他呢 还是要打缠斗 要把这种摔倒进去 宥安 对 赵律师应该不上当了吧 对 不上当了 果然 接腿没有接腿 转换的角度 对 他这个连击真的是速率非常快 他很少打这种单拳 是 而且他连击的过程 他能转着圈的移动 跑到你后面去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是很高级的角度 哎 主动下潜 抱双腿 赵一坤想要抱摔 抱单腿 单腿 但是你联盟不给 这里其实可以有 有这个断头牌的位置 借助绳圈的力量 没有倒下去 两个人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赵一坤老讲的话 要摔去的时候就比较难 我觉得这种下潜抱腿 可能不太容易了 有没有别的方法 抱单腿 因为我觉得赵一坤 可能对这个抱单腿的技术掌握 不是特别好 明白 其实我觉得他呢 其实我 给我感觉是属于这种柔术式的 因为他之前地面打得更好 是 最近他这个拳 战力也是表现很出 他这个摔啊 我是觉得是 漂亮 弱下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 似乎是经过了 武打设计的一个动作 就是对手进拳的时候 然后一脚蹬在支撑腿上 对 像拳把一二里面都有这样的动作 对 非常聪明的打法 正蹬支撑腿 对 对 菲希 菲希 而且好像 打到了哪里 应该 对 因为我们能 用这个去干了 对 我们能听到声音 对 菲希 没有完全起来 准备 准备 这场比赛的话 江老师很有可能 打到叛变 我觉得 对 就是两个手 手指别实在太接近了 对 好快 好快 赵余坤呢 应该是第一回合是有一个实际度的机会 正面 打到了胸口上 不知道 疼不疼 对 赵余坤呢 赵余坤呢 应该是第一回合是有一个实际度的机会 正面 打到了胸口上 疼不疼 这个外侧啊 这个弹腿 什么东西这样的也是这样的 交代啊交代没问题 准备 来 第三回合啊应该我估计还有一分钟不到 这场比赛啊真的是比较难判啊 不太好判啊 所以现在对于 他们两位来讲都一样 就是在争取最后的几十秒里面 对 要有一个突出的表现 再打一波啊 对比如说一组连弓 或者是一次重击 或者是一个take down 都可以 要给裁判一个影响 对 刚才赵一坤啊这个全体组合还是不错 接腿没有成功 这个李联邦啊我觉得他在憋后手啊 对 哎 哎 他们架子已经有点松了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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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啊 啊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 然后八班团没有成功 但是 谁的 啊 啊 不强博重 行 这段男朋友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对啊 现在呢 我觉得压力就来 压力就不是一动原来 压力是裁判 对 到底怎么快 我们现在看看三倍裁判的打分 一号编才28比29 二号编才28比29 三号编才28比29 最终获胜的是黑方选手 最终获胜的是黑方选手李联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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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